斗戚大陆中州 天独蝎龙兽薄河 恳请小一仙相助修复空间蟲洞 在小一仙立万狂澜成功修复好空间蟲洞后 硝烟一行人搭乘空间船 继续踏上中州之行 换我来吧 我们进入空间蟲洞多少天了 十六天了 再有几日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多谢了 控制鹅难独体的所需之物算是被齐了 但我担心 六阶天独蝎龙兽的魔盒 难以达到最完美的取毒效果 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找到七阶魔盒才行 你决定便是 我这朋友还真是静止静止的啊 怎么回事啊 空间路径被破坏 行出了空间蟲洞 你们有办法过去吗 除非是道尊强者 否则 难以在空间蟲宝中靠生 快点小心 这 你 空间风暴后面 是否就是重动出口 没错 只要我们能强行冲过去 就能离开这个空间重动 可是 没有斗冻强者 根本无法冲出空间风暴 不拼你吧 怎能知道会不会成功 小鱼线 你护住船身 我来控制速度 好 紫妍新来 抓紧了 别松手 小鱼线撑不了多久 必须几个冲出去 小鱼线 你怎么样 我没事 紫妍 紫妍 快用空间之力 小鱼线 小鱼红 扔着这么恐怖的能量 紫妍 你没事吧 放心 只是有一点虚弱 出口就在前面 出去了就好了 怎么回事 我说是为这风暴拖回去 一定会逃生的可能 紫妍 你先顶踢我 下船去推 一定要小心 若是情况不对 就赶快回来 咱们先 雷道 赶紫妍 雷道 给我停 救命啊 教授大哥 有功了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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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妍呢 她怎麼沒出來 我去把她帶出來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空間蟲都受損那麼嚴重 你們看 這是空間符紋 符紋落滅 代表通道沒了生命跡象 若閃爍 則說明有人從裡面出來了 從我們出來到現在 符紋一共閃爍了兩次 所以很可能 這次從裡面出來的 就是硝煙大哥 那他人呢 可能被隨機傳送到 中州的某個地方 我去找他 中州地域遼闊 我們不知道 他具體在哪兒 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他 那小子也算是好運 從天上掉下來 沒被摔死 是啊 若不是二小姐人美心善 出手相救 那小子準成為魔獸的口中餐 可不是嗎 不要多嘴 加快速度趕路 是 是 二小姐 水源地到了 是否究竟安盈 此地離水源太近 還是將營地扎到一里外吧 以免夜晚屠生事端 繼續前進 今晚就在此地暗影紮寨 大家麻溜地準備起來 這是 可是 馬車 小野心他們 應該已經安全抵達了 得儘快要好傷 早日與他們重逢才行 那邊放好啊 好 你過來幫忙 馬上過來 這兒 行啊 小兄弟 這麼重的傷 恢復得還挺快 先來透透氣吧 在下消炎 不知閣下如何稱呼 我叫韓崇 提小子 真是福大名的 多謝韓大哥 出手相救 我只不過是聽命行事 真正救你的 是我們家二小姐 來 快上喝幾口 拿拿身子 感謝大家的救命之恩 乾了 好 好 真是好酒量 不錯 這傢伙對我的胃口 很適合加入我們韓家侍衛隊 小兄弟 所謂酒品見人品 大哥就喜歡你這種爽快人 你可知丹塔在哪邊區域 丹塔自然是在中州中心區域 北域過去就算是走空間重洞 也要輾轉幾次 小兄弟 你要去丹塔 眼下你有傷在身 等到了天北城 傷勢恢復了再說吧 嗯 想不到落難時 還能被人這把綁住 中州 看來還不錯 你再帶些人 到周圍不上 是 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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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 晚上守夜的人不要沾酒 其餘人也要少喝 明天經過央蛇下莽的領笛萬蛇俠 很可能有場硬仗 是 二小姐 是 沒想到 這麼年輕的三星洞王 不過 她的樣子怎麼似曾相識 二小姐請留步 在下消炎 謝二小姐救命之恩 我是通過空間重洞來的中州 因為途中遭遇空間風暴 和同伴走散了 難怪你傷勢如此重 經歷空間風暴還能逃生 也算你運氣好 我叫韓雪 這是天北城韓家的車隊 這是療傷藥 對你的傷應該有點作用 這韓家小姐 果然如韓忠大哥所說般善良 外表如此柔弱 卻能將車隊管理得井井有條 滴水之恩 當永泉相保 哼 萬蛇俠 下莽是吧 海中大哥 這萬蛇俠 是什麼地方 這萬蛇俠 是妖蛇下莽的領地 他雖剛入豆繁 還能召喚所有四界以下的毒蛇 難纏得很 只能叫過路費保平安了 這妖蛇的靈質 為何入獄 如此之高 还会战伤为王当强盗了 这下王曾吃过你们妖华丹 得以脱离蛇险 凝质也比其他六界魔兽更高 妖华丹 那下王极其贪财厚色 希望多花些金币能打发过去 否则 我死也有坏小姐中拳 以下王斗黄的实力 绝非车队所能对抗 还忠大哥放心 二小姐这么善良 不会出事的 希望如此吧 该来的还是躲不掉啊 该死的还是没发现 这 啊 啊 妖蛇 下王 啊 你们应该知道本大爷的规矩吧 啊 当然知道 下王统领 这是一些国理 还望统领大人收下 还不出 看来你们还算有点儿折笔 那我们先告退了 这是当日 啊 嗯 原本不是装弹吗 你也想要 SUB 你还能够我吗 啊 啊 是 从领大人 我们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 若是在这里有什么闪失 韩家定会追查到底 天北城那些老家伙 确实有点实力 不过 只要将你们全部留闪 谁会知道 我对韩家运程少了呢 还是有带刺的茉莉花 我喜欢 少美人 乖乖跟笨蛋一走吧 以你的实力 是逃不出笨蛋一手掌心的 大家小心 你 住手 杀 快 二兄姐 朋友 这是我上帽的私事 还请不要插手 学习内 不管 就死 我沙大爷看上的女人 就没有能跑得掉了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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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曾露面 便是对手落的这副两倍模样 那出手之人 实力是何等的空谱 全辘 快 伤刺 再死 羊 在死 全辈 全辈 道竟然 整人 谁 知 不知如何尊称前辈 若下次相遇 晚辈定重礼相待 高人不冤陷身 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二小姐不必太苦挂怀 继续起行吧 莫非是 韩小姐 事端解决了吗 这人看来伤势还未痊愈 若调动灵魂力量与人相战 不太可能 嗯 已经解决了 动作利索点 准备启程 尊称的途中 竟遭遇空间风暴侵袭 面对唯有斗尊强者 才能逃生的空间风暴 不愿放弃的硝烟 脱离空间船的庇护 全力将同伴安全送出空间蟲洞 而自己却被空间之力褪饰 摆脱了空间之力的硝烟 被意外传送到中州北域 幸运的她 被带队回天北城的寒雪所救 为报答寒雪的救命之恩 硝烟隐藏身份 赶走拦路打劫寒家车队的妖兽下莽 此时 硝烟并不知晓 她和寒家渊源匪浅 我寒家没有两女共事一副的惯例 你洪家的荒唐要求 我寒家绝不会答应 韩伯父 您或许还不知道 小植前些日子 已经正式成为封雷北阁的内阁弟子了 韩伯父 我洪家今时已不通往日 想必天北城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女婿人选了 您说 对吗 不许你洪家将来在天北城地位如何 我韩家女都绝不嫁洪家人 韩伯父 我已经派了两名长老去请韩雪了 嗯 这是 空间之力 空间之力 看来是在空间通道中 被那股空间之力摧残时所遗留在体内的 小颜先生 喝点水吧 嗯 还好有那位神秘前辈相助 不然的话 恐怕大家都已葬身万蛇侠了 多谢 哦不用 你留着吧 嗯 说起来也奇怪 一般若非认识的 很少有人管这等闲事 这世道还是好人多的 正如韩小姐 与我素不相识 却救了我一般 哦对了 你的伤势恢复得如何呢 嗯 一路失误颇多 倒是忘了多关心关心你了 那么 一个人来周周 一路上定是不易吧 我是与有人一起来周周游历 不料在空间虫中遇险 幸得韩小姐所救 在下感激不已 她内伤果然极重 那位前辈应该不是她伪装的 不必如此客气 你体内伤势不轻 尽量多修养 多谢韩小姐关心 这点伤无大碍 小心 有埋伏 有人附近撤队 怎么回事 快快快 快快把我武断 快把我武断 快把我武断 快到后面前 信医小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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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洪家人 韩雪小姐 我们洪家家主有请 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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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果然是你 小炎兄弟 这是那位神秘强者 先解决了这两个麻烦再说 阁下面生得很 想必是第一次来天北城吧 带着你的人滚 阁下想必没听说过洪家吧 在天北城得罪了洪家 我说滚 狂妄的小子 你以为凭着偷袭击退了老夫 就打得过我二人 你们修正一下 我来收拾他们 这小子竟敢如此修正 都扫 就打得过我 就打得过我 我来说 我来说 你给你 你给你 我去 我来说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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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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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军队有造命人造物 不错的斗气融合技 只是很可惜 你也应对我没有用 可怕 走 走 此人太强 退 既然动手了 自然不能轻易离去 他们便由你来处置吧 多谢萧嫣先生出手相助 不到三个回合 便能直接生擒两名四星斗火 放眼我们韩家 也难寻几人没有这等实力 真可怕 整队 立刻赶回韩家 是 韩家姐妹 不嫁也得嫁 你皇家可别太过分了 红尘 你要是敢动我妹妹 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 韩伯父 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 一会儿寒雪来了 我可不好交代呀 父亲 姐姐 我回来了 dissemin 你们 雪儿 你没受伤吧 嗯 韩月学姐 这缘分也太奇妙了吧 这俩个老家伙 连个窦王都抓不住 真是丢人现眼 韩伯父 这亲 我是决定了 若是你们韩家 不识抬举的话 就休怪我们洪家动武了 怎么办呢 我可以给韩家一条路 只要你们韩家同辈中 有人能打败我 我洪家十年内 必不会再找你们麻烦 当然 说是败了 那韩月韩雪 就都是我的人 韩家甚至整个天北城 同辈中人都难有与之匹敌政 这彼氏就是欺我韩家无人 可若是风雷北阁插手此番争端 好 这场比武我们韩家接下来了 不过若是输了 我家女人 但我妹妹不行 我 依你先娶姐姐也行 妹妹 就等一下吧 你 姐 我绝不同意 参战者 必须是韩家人吗 啊 啊 消炎 韩月学姐 几年不见 别来无恙 姐 你认识消炎先生 这位是谁 啊 这是我在嘉南学院的学弟 你 消炎 你们可以请外援 我红尘可不惧这些 一言为定 既然如此 那今日 洪母便告辞了 三日之后 我们天师台上见 哎呀 这里实在是太闷了 走 啊 你怎么会来天北城 听说中州丹塔即将举办丹会 后来见识见识 啊 原来如此 消炎和我一样 是内院的学生 他还是内院枪绑榜首 哦 据我所知 能成为嘉南学院内院榜首 小兄弟 真乃人中龙凤啊 这位是我父亲 也是韩家家主 韩伯父 过誉了 嗯 月儿 三日后 你与红尘的比武 可有把握 以我的实力 要战胜红尘 恐怕困难 但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了 童辈之中 能进入窦黄层次的 也是遥遥无几 就当作是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 以及韩月学姐的同门情谊吧 要不 让我来吧 你 可你的伤势还未痊愈呢 放心吧 短时间内便能恢复 小子硝烟 愿带韩家出战 这小子真有战胜红尘的实力 我看够强 不是我不相信硝烟小兄弟 只是那红尘 放眼整个天北城 在铜北中南逢敌手 我对硝烟先生充满信心 希望他可以代表我们韩家出战 雪儿 你确定 你不相信 我相信硝烟先生的实力 这一路 我可是亲眼见证 他稍一出手 就逼退了下马 更是在三回合内 以一敌二 生情了红木红烈 我了解硝烟 我觉得硝烟 有资格代表我们韩家出战 你们的眼光为父相信 只是生情红木二人 红尘也能办到 况且这种鄙视 刀剑无眼 若是硝烟小兄弟 为我韩家出了什么意外 我可过意不去 父亲 你不相信硝烟先生 能打败红尘 月儿 雪儿 既然你们对这位硝烟小兄弟 很有信心 那让舅舅先来试试 毕竟此事 关系到韩家的存亡 不能有半点收获 舅舅 你 那便请自教了 来 若是小子在十回合内 被前辈击中一次 便算我实力不济 甘愿服输 看来硝烟小兄弟 对自己很有信心哪 这小子还真是狂妄 韩庭可是八星斗火 与那红尘也不相上相 是啊 这小子如此轻敌 只怕是要吃亏 哦 放心吧 我想舅舅虽然有试探之心 但更多的 是想用事实为他证明 小颜小兄弟 你可得小心了 我这九转风游步 是我的成名之境 好 五转 此次很强 即使二位帝国他身体相对 恐怕也不是对手 怕还真能与红尘抗衡 九转 九转 有点 五转 十四 五转 五轢 空间之力 等着 你是斗宗 不过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勉强掌握了一丝空间之力 寒天前辈 承让我 萧炎小兄弟 你能在斗皇级别 操控空间之力 真是后生可畏啊 这场比试 是我输了 萧炎小兄弟 若我寒假 能度过此次危机 你的恩情莫尺难忘 我寒迟 愿意付出所有代价 天北城两大家族之一的宏家 借助风雷阁之士 强行与寒家联姻 达成吞并之谋 与此同时 宏家还派人绑架寒雪 企图以此逼迫寒家妥协 幸好萧炎出手将其瓦解 随后 萧炎为回报寒雪的救命之恩 以及对学姐寒月的亏欠过往 他决定替寒家出面 应下红尘的比武挑战 为打消寒家人的故事 萧炎以空间之力战胜寒田 得到寒家上下的认可 担负寒家未来的萧炎 必须以一场绝对的胜利 来改变寒家命运 萧炎以后 小颜 你想怎么样 痛快点 直接杀了我吧 告诉我 魂殿关押老师的地点 小旧的老家伙 你还真以为魂殿是谁都能进去的吗 我说 我说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的耐心可不多了 我告诉你药臣的关押地点 你便放我离开 你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我说 中州西域的名城 魂殿在那里有一座分殿 药臣就被关押在那里 不过 那座分殿有一位 斗尊级别的尊老作战 还有几名护法 难道上次我灵魂感应到的那处大殿 就是明城 说是如此 想必到人那道极为恐怖的灵魂之力 便属于那位尊老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求你放过我 当会后若能收复三千燕营火 便是多了分救出老师的底气 不过眼相 还是尽快恢复伤势 帮助寒家赢得比试 姐姐 雪儿 这都三天了 怎么还没出来 她先前就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姐 你说萧嫣不会出事吧 倒是难得见你这么关心一个人 雪儿 你莫不是 喜欢上萧嫣了吧 姐 你胡说什么呢 我才跟她认识多久 姐姐只是想提醒你 萧嫣的确很出色 但这样的男人 她难为谁停留 而且 她早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那个女孩 也和她一样优秀吗 何止优秀 就连迦难寻衣的强绑前三 在她手中 也撑不到十回合 她的年纪 比萧嫣还小 那样的修炼天赋 几乎紧要啊 萧嫣 你康复了 时间到了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差不多全好了 走吧 别让韩伯父他们等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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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家主 你可算来了 我以为你今日 准备霸占呢 洪家主想多了 既然洪家想跟我韩家 保持十年的和平期 我自然是要来的 不然 倒是服了弘家的好意 那是弘家的家主 弘历 就怕好意没收到 反而将女儿赔进来 不过不用担心 我弘家对媳妇 还是很宽容的 爹 就不要白费口舌了 我时间不多 速战速决吧 你们 让谁出场 你的对手不是我 而是他 你就算要找个替死鬼 也找个像样的吧 这人难道是韩家从外面起来的 韩家呀 肯定是无人可用了 韩家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秘乌中 随便找一个铁死鬼 难道韩家以为这年轻人 能与承二相抗不成 云长老 承二能胜过他吗 有我风雷阁的斗技功法 同辈之中能战胜他的人 在中州或许以后 但在天北城还未出现 既然云长老都如此说了 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输了后 韩池脸上的表情会有多难看 小子 报上名了 吴明小辈 萧炎 比不得红尘少爷的大名鼎鼎 韩家竟然派个无名之辈来跟我比试 小子 给你实习时间考虑 是你自己滚 还是被我废了扔出去 不用实习了 还是直接动手吧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可就别怪我了 雷鼠型斗技吗 小子 能败在我手上 也算是你的荣耀 红尘少爷们 这种小把戏 就不要拿出来 好 凤雷爪 哼 不过不死 把西风 被捕雷了 这点雷电暗劲 也想伤我 你竟然也是七星窦狂 竟然是窦狂 怪不得韩家要派他上场 这等实力 怕是比韩月还强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路 这实力 不像是无名之辈 可为何从未在中州大陆上 听过硝烟这个名字 中州大陆辽阔无比 卧虎苍龙之辈不知几何 不知道也属正常 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何不放弃痴心妄想 小子 这不是你自找的 今日便让你瞧瞧 凤雷阁的秘法 雷神降临 神力暴涨了 这气势远超七星窦狂 他现在的实力 几乎达到了九星窦王 这红尘不管是工法斗技还是武器 实在是太强了 是啊 难怪他敢这般狂妄 能逼得尘尔施展秘法 那小子的确了不起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小子 正大念瞧好了 好 三千零洞 来得正好 他 你猜吗 他怎么跟上三千雷洞的速度 密法时间有限 你求战 尽力 千雷洞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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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有谁吃 天碎雷锤 看你怎么挡 取取松磊之力 有何效仁之处 叶 是浪尽 这便是你的手段 倒还真是高看 如果你只有这些手段的话 那接下来便换我来吧 天火三旋变 独离变 这是 一火 这小子究竟是何来动 血型藏如此之深 这就是 窦魂巅峰之上的 那层杖笔吗 若是我修炼了 天火三旋变的最后两遍 并一火相配 也许 就要突破这层杖笔 这次 尘儿怕是不妙了 这混蛋 全还隐藏实力 好强的秘法 雪儿还真是为我韩家 请来了一尊了不得的大神呢 在悬院时 他就以窦灵之力迎战窦皇 如今几年过去 成就自然更加恐怖 那红尘在萧爷面前 也只能认输 不过现在 先要解决你 我不信 除了那怪物放轻了 我会输给任何人 我会想起来 起来吧 这一招还要不了你的命 能将我逼到如此警惕 萧嫣 你是第一个 此等旗帜大叔 今日我就是赔上这条性命 让你付出代价 灭雷锤 与我自 看来你也就这么点能耐耗 那就接我最后一招了 灭雷锤 六合游身时 灭雷锤 不认输 灭雷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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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轻人 真是了不得 灭雷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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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麓虎 可恶 ję� clar 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无名之杯 且死吧 三千雷洞 住手 嗯? 此刻 呃! 封雷阁 斗气大陆中洲四方阁之一 拥有东南西北四分阁 而三千雷洞便是封雷北阁的步传之计 当三千雷洞修炼到三千雷时 则可修炼封雷阁阵阁之宝三千雷换身 因此三千雷洞被封雷阁极为看重 而硝炼在代表寒家与红尘对战之时 不小心暴露其修炼过三千雷洞 这门独特斗气身法 这将会给硝炼的中洲之行 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不认输 不认输 我真的赢了 这年轻人真是了不得啊 可惡 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无名之辈 三千雷动 住手 情来极端 已然是个废人了 什么 你向我儿子达成废人 我要你拿命来抵他 我有话要问他 小子 你的三千雷动是如何休息来的 风雷阁中绝没有你这么一位弟子 果然被认出来 不过 那又如何 至于红尘嘛 他刚刚暗中偷袭于我 我出手反抗 倒是我的不对了 就是啊 怎么 你们红家输不起吗 是 东西太假做了 他真是让人笑话 是 好 好 小子 今日你是走不掉了 今日你是走不掉了 治好他 是 住手 弘历 天师台比试生死各安天命 你弘家不会是要坏规矩吧 老子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 韩迟 你要为了这小子跟我弘家开战不成 规矩就是规矩 容不得你弘家破坏 这硝烟小有 我韩家还就护定了 你 爬上弘臣之事可以暂放 但他的三千雷动从何处而来 今日则必须交代清楚 我封雷北阁曾被外人偷取了不少功法与斗技 其中便有三千雷动 你不会与那盗取之人有什么关系吧 这三千雷动只是在下偶然所得 偶然所得 小子 老夫给你两个选择 一 跟我回封雷北阁查清始末 二 老夫将你就地格杀 无论如何 三千雷动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 父亲 神老 此事怕是有所误会 韩迟 此事不是你韩家可以插手的 我因此引来我封雷阁的怒火 你韩家 怕是承受不起 韩伯父 此事确实与你们无关 便不要再插手了 你小子倒是挺讲义气 那你是跟我回封雷北阁 还是由老夫动手废了你 封雷阁我没兴趣 所以不去 至于废了我 凭你 恐怕还不够资格 放肆 区区一个窦皇 在沈长老面前 也敢大放厥死 透支死活 竟敢挑衅风雷隔绝位 小地方的人 都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吗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狂 今日便让老夫亲眼看看 你老夫四行斗宗的实力 究竟哪里不够资格 乱雷 去 补 服 我说过 凭你这四星斗宗的实力 想要废掉我 还不够资格 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着一个斗宗级别的傀儡 之前还真是小看你了 斗宗级别的傀儡啊 这怎么可能 上 太 太残暴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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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努力 我来拖住这傀儡 你立刻击杀这小子 到时这群斗宗界别的傀儡 便送于你们弘家 臣老放心 你可低劫斗皇 交给我便是 努力你敢 韩迟 你若胆敢相助硝烟 我封雷阁便灭你寒家满门 解决他 努力 努力 速度要快 斑驰 想要你寒家彻底覆灭 尽管出手便是 是 半只脚踏入斗宗界别的实力 小杂碎 没了傀儡 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才有 半步动踪 终究还不是动踪 终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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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王 能将弘力细手到这般程度 即便是封雷阁的年轻一辈 也没几个人吧 嗯 看来当日硝烟留守了 若是他全力施展 我怕是难坚持是个回合 啊 狐狸 你个废物 这么长时间 连队阶段 狐狸 红家人听命 给我围住这小子 啊 你们这些混蛋 就只会以多欺少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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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吧 不好 快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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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 啊 走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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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巨石广场 足以承受斗宗级别的攻击 现在却被毁去大半了 它到底是什么实力 萧衍呢 那里 在上面 萧衍 我红家与你不死不休 不早就是了吗 红历 你还不赶紧把红天孝叫出来 难道真要等到被灭门不成 红天孝 红家连他都请出来了 据说这红天孝已经五星斗宗了 就算萧衍有傀儡相助 也不可能抵挡两名斗宗啊 萧衍 快走 不要拖延了 小子 我红家娄祖来了 等着吧 今日你叉翅南飞 他不还没来吗 他不开味道 这些人 他不怕 他不也不惊许 他不怕 他不怕 别弱了 他不怕 老祖救我 放下他 否则 死 丸海印 斗宗 又不是没战口 居然敢骗吧 小子 我红天宵 定要将你身上的苦痛 一根根捏碎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的那剑 小妍 不管天涯海角 我每个都不会放过你 追追 将两大斗宗玩弄于鼓掌 最后全身而退 这硝烟实在是让人惊叹 哼 浮了 彻底浮了 这般厉害的人物 将来定能成就不敢 那小子杀我宏家那么多人 还伤了孩儿 绝不会放过他 我通知了风雷北阁 接下来 任硝烟有再多手段 也插尘难逃 包 怎么回事 我留在那界内的灵魂印记 你被硝烟破解了 怎么可能 硝烟 我杀了你 老夫实不为人 那小子不过窦黄实力 竟破了窦宗留下的灵魂印记 硝烟身上还有我留下的血类印记 我们现在就动神起追 斗宗的灵魂印记 还真不容易破解 这是 接住 打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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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轻雷唤身 三千雷唤身 此法修成能凝雷唤身 其实力可与本体相仿 本体不死 唤身不灭 威力堪比天阶斗技 竟是风雷阁的正格之宝 欲练三千雷唤身 须先将三千雷斗修炼至最高境界 纷身 这要是修炼成功 一个斗尊化成两个 与人战斗就二打一 统计中谁能胜我 难怪我身怀三千雷斗 会令沈云那样愤怒 原来三千雷斗 跟风雷阁的正格之宝有这般关系 多亏了沈云这老家伙 不然 我还不知道这等隐秘 我都要瞧瞧是如何难修之法 这是 这雷直有古怪 这些符号 似乎有很多缺陷之处 是三千雷唤身不佳 但为何看不出修炼之法 难道 这只是三千雷唤身的一部分 其他部分 被风雷阁分开存放起来了 要吗 风雷北阁做出如此不耻之事 目的不就是逼我现身吗 倒是有几分骨气 可惜你今日 必葬身于此 动手 这些无关紧要的人 便不用再上了 三位大长老 想要抓我 怕是要你们亲自动手 老夫三人成为北阁长老后 也是第一个让我们一起出手抓捕的后辈 风雷北阁还真是看得起在下 竟然派三个斗宗长老 抓我一个小辈 能将沈云击杀 你自然不是什么平庸之辈 那是他咎由自取 怨不得谁 何必与他多废唇舌 先抓住了再说 等废掉斗器 囚禁北雷塔下 看看还如何猖狂 想废我斗器 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五星斗宗实力的傀儡的确罕见 但还是保不住 这般纯粹的灵魂之力 公天效 小炎 你会给我公家子弟 老夫定要你一命相抵 公天效 傀儡就交给你了 雷长老放心 这场大战结束前 这傀儡绝不会插手 你们之间的战斗 别留守了 一举即杀 红雷北阁天岗堂听令 解九天雷御阵 快合猜 他是电集团 大战一举 Loud 说 他们竟然用九天雷御阵 封锁了这里 不管你有什么来路 手手就筋 是你唯一的选择 放心 在寒家重获自由之前 我定不陪到底 以寒家威胁 本非我风雷阁的作风 但三千雷动 不容许出现在外人身上 今日之后 寒家与此事再无关系 躲住了 不容许出现在的电影 新年轻费 更多 宝贝 现在的电影 是 全新年轻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